历人王力宏之前被媒体点名 影射周杰伦等爱玩车的男明星是爆发户 也成为娱乐圈的焦点 不过这让王力宏赶快出面来澄清灭火了 他说没有讽刺任何人 纯粹是个人的看法 音乐才子王力宏到香港为绿色商品代言 但笑容却有些尴尬 因为这回他可得罪了不少人 日前王力宏接受专访时脱口而出说 把钱花在买跑车上是一种爆发户的行为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却把周杰伦 郭富城 罗志祥等一帮爱车艺人 统统卷入风暴 所有媒体都追究王力宏问 到底谁才是爆发户 也不是说反对啊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主张啊 前阵子在一个访问中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轰动 我说我不会自己买那么奢侈的东西 哎 变成说大家都很很惊讶 而且好像讲这个话是很劲爆的 当事人连忙澄清就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 我觉得成功不是来自这些务实的东西 而反而是你能够影响多少人 你能够给他们多正面的影响 向来给人正面形象的王力宏 这回为自己的无心之话 很吃足的苦头 周日新闻综合报道 对见 谢谢大家